冬奥赛程即将进入尾声 那么已经结束赛程的台湾选手 陆续回台湾住进检疫旅馆 他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段隔离时光呢 在桌球项目上夺下混双铜牌 人气高涨的小林同学林云竹 他也在IG上发文透露心情了 他说对于这次比赛结果 有欣喜也有不甘 但这就是竞技体育最迷人的地方 他也强调会继续前进 并且引用了诺贝尔得主的一句话 你若精彩天字安排用来自我勉励 而昨天羽球队凯旋归来 男双金牌得主李扬 他今天也在网络上 分享了回到台湾的第一顿早餐 奥运出登场就夺下一面铜牌 人气横高的桌球选手林云如 除了混双卓越表现 男子单打也闯进前四强 回顾十几天来赛事 林云如有欣喜也有不甘 AG Pro常文以诺贝尔得主一句话 你若精彩天字安排自我勉励 第一场奥运之旅只是起点 期许未来能创造更多惊叹号 并感谢一路上帮助他的贵人 尤其是混双搭档郑一静 看到小林同学难得露齿笑开怀 忍不住留言姐姐要融化了 还有他可敬的对手 德国奥恰洛夫也送上祝福 相信未来还有更多奖牌等着他 一周丰盛的富航豆浆 羽球队凯旋归国 隔天一早就有来自总统府的爱心早餐 金牌国手李洋王麒麟 还有羽球王子王子韦 返台后受到国人拥戴 好心情藏不住 好大的房间啊 浴室我也觉得很可以 拿起手机拍个不停 称赞旅馆很棒 还有一桌的礼物 都是来自粉丝的热情祝福 奥运国手调整脚步再出发 希望在运动场上继续为台湾争光 记者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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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